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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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来说投资字典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倭卵的买卖 倭卵方面来说 可以分开有四类 哪四类? 第一类 凌股权症 第二类 被对凌股权症 第三类来说 牛虹症 第四类方面来说 另类 被对症 在买卵市场来说 凌股权症成交量不多 基本上成交量很少 而且只有30个 所以选择性不多 投资者不多选择 第二类和第三类来说 多多人做 第二类 被对症 选择叫做 凌股权 凌股权 另外 牛虹症方面都多人做 差不多这两个选择 倭卵市场来说 各分一半左右 第四类 另类 被对症 这类不多 我们选择的X卵 现在来说是没有什么 以前来说是有的 好了 如果大家做来说 Codefoot卵牛虹症 如何选择 各有各优点 Codefoot卵优点在于什么地方 就是时间方面比较长些 没有即时收回的问题 换句话说 就算做错了 可以放到到期来说 拨拨最后的机会 有没有机会翻身 好 但有的缺点在于什么地方 就是时间方面 时间耗选比较大 我们简称叫做日价比较高 很多时候来说 你放得很久 你会吃虧的 因为时间耗选的状况 所以这是一个Codefoot的缺点 而牛虹症方面 有没有什么优点 有 优点在于日价方面低 时间耗选比较少 所以有时你想坐盘 看久一点 那牛虹症呢 合适多些少 不过缺点在于什么地方 就是即时收回的机制 换句话说 如果做牛症 每个价格跌到一个收回价 即时收回 简单叫即时死亡 也就是我们所形容 叫做打靶 这些来说 有时危险性会高一点 有时做卖马里面 如何选择 在开始来说 投资者方面 应该先参加Codefoot卵 好一点 都慢慢熟熟 牛虹症是比较合适 因为有时做投资卖马里面 按步就班 慢慢要适应 好 当你做卖马里面 如何入市 先看大市方向 升与跌 如果看了方向之后 再选择你的牛虹虹 还是Codereport 记住这件事 做卖马里面 一定留意到止蝕 Codefoot卵的止蝕 牛虹症也好 两种比较 都是大约15-20%左右 换句话说 做错了来说 在较合15-20%里面 而止蝕 因为比较多些 其实是多些少 因为一般做股票买卖 资蝕位是10% 牛虹症Codefoot卵 有杠杆的成份 换句话说 看负一点 否则很容易止蝕 就不太划算了 最快止蝕来说 带回上去上面 有时有些人会扔心口 所以有时 愈资蝕位 愈负一点 在Codefoot卵 牛虹症也是 15-20%左右 好 大家多一点留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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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